我認為這會是一個危險的決定 在民主峰會登場前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警告中共 如果攻打臺灣將是一個災難性的決定 會帶來可怕的後果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 與歐盟對外事務部秘書長薩尼諾也公開表示 要共同對抗中共威脅並且支持臺灣 在美國12月9日的民主峰會舉辦前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接受路透社首任女性總編輯賈勒尼的採訪 開門見山直接提問北京是否攻打臺灣 布林肯認為這將是北京一個災難性的決定 而這樣的災難將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布林肯曾經指出一旦中共侵臺 美國將防衛臺灣 賈勒尼追問布林肯防衛臺灣的承諾 是否包括美國會真正投入兵力 布林肯說 美國副國務卿雪曼與歐盟對外事務秘書長沙尼諾 共同出席華府智庫布武金斯研究所活動 臺灣問題也是觀眾提出的熱門問題 雪曼肯定臺灣在國際上重要的經濟與科技地位 並談到不只是臺灣和立陶宛 這些小國受到中共威脅 澳洲也深受其害 因此美國支持各國團結一致 面對中共威脅 沙尼諾則表示 歐盟想要也正在強化與臺灣的經濟與文化關係 歐洲議會也呼籲歐盟與臺灣簽署雙邊投資協定 新唐人亞太電視江紫陽編譯 大紀元時報遍佈全球不受財團政黨影響 正式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欲角於樂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頂報專線 0800-566-688